台北市線上教學影片 高中物理篇 陀螺儀 主講人 立山高中 張良趙老師 同學來欣賞一下這個三峽的陀螺 同學都有打過陀螺的這個經驗對不對 可以知道陀螺呢 基本上給它一個旋轉 它會在上面很好的一個旋轉 到底這陀螺在旋轉 仔細看一下 它快倒下去的時候 狀況又是怎樣呢 好 這個章節 將來介紹同學所謂的陀螺儀 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來抓一隻雞 你看這隻雞 很可愛的一隻雞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找它呢 好 同學來看一下它會表演特技 仔細看一下喔 好 它頭看著你 身體動 有沒有發現 很特別的地方 它頭有沒有在動 沒有喔 一直注視著前面喔 同學們 接下來我們來看 飛機怎麼利用陀螺儀來確定它的姿勢 是左右 還是仰 還是伏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飛機起飛 左 右 右 揚 伏 同學可以看到這陀螺儀的方向都一直向上 同學可以是知道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位置是在哪邊喔 好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知道說 現今還有很多東西 是屬於這種的喔 好 像這個是 GoPro這個攝影機 來看一下 好 欸 這好奇怪的一個東西喔 我鏡頭往左邊 往右邊 往前面 往後面 欸 它都對著我耶 這是什麼東西呢 好 這個是陀螺儀 好 陀螺儀可以讓我們固定 我們要的方向 原理是什麼呢 我們這個章節將會來介紹 好 課程內容包含有 實驗影片 原理模擬 立體計算 以及備註說明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轉動的定義 那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有動量 動量等於m乘上v 那有一個支點 距離支點r處 有一個動量為mv 那夾角為θ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 角動量的定義 我們在角動量等於l等於rxp 好 這我們在先前章節已經講過了 那轉動呢 l是角動量 l等於rxp 所以等於rpsinθ 因為close就是等於sinθ 那舉個例子 有一個支點做圓周運動 l等於rpsinθ 如果它們是成垂直的 也就是半徑跟p的關係是垂直的 夾角為90度 那sinθ就可以去掉 變成rprmv p等於mv 所以rmv v 那我們又知道說v等於rω 因此我們可以整理一下 變成mr平方ω mr平方ω mr平方ω的mr平方就是i 就是對一個支點而言 它的轉動灌量 好 好不好轉就跟i有關 那好不好移動跟m有關 好 我們看一下角動量變換量跟力矩的關係 那移動我試一個外力 就會f的ma會有加速度 那因此動量變換量會隨時間改變 那力矩呢 tau等於rxf 那這個時候有個力矩 那角動量變換量deltaL除以deltaT 那我們可以知道角動量會隨時間而改變 那力量等於單位時間內動量的變化量 力矩呢 等於單位時間內角動量的變化量 所以f的ma等於mdeltaT分之deltaV 那tau等於iα等於ideltaT分之deltaOmega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a就是加速度 alpha呢就是角加速度 好 我們複習一下前一章節進動的原理喔 那我們到時候說一個轉輪 給它一個速度 那有一個轉速呢 它就會有一個角動量 一個角動量 然後再來轉輪一個重量 就會造成一個力矩 力矩tau等於mgl對不對 那我們說tau等於角動量變化量方向 所以轉輪呢 就會想要往這個力矩的方向移動對不對 好 我們說過這個我們稱之為 叫做進動現象是不是 好 再從上次數看一次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這個力矩的方向呢 就是它想要走的方向 這跟我們玩陀螺是不是一樣的呢 好 我們來看看玩具陀螺儀 同學們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玩具陀螺儀走鋼索 好 可以看到嗎 它可以穩定在這條線上 好 發生進動現象 再來看一個 同學們看一下這個玩具陀螺儀 當我綁了一條繩子在底部 那我把手放掉 發現它會整個往下垂 那如果我讓這個陀螺儀轉起來之後 你猜它會怎麼樣呢 好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在上面 也可以在側邊 我要它往哪個位置 它就往哪個位置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陀螺儀 陀螺儀的原理 陀螺儀是一個機械裝置 其主要部分 對其轉軸有一個 極高角速度旋轉的轉軸 當轉軸高速旋轉 會產生角動量 一旦發生偏轉 就會產生力矩 這樣就可以確定方位喔 太空的陀螺儀 是可以環繞三軸做自由的運動 好 在生物裡面 像蒼蠅也有陀螺儀喔 好 所以陀螺儀 很多像現在電子式的陀螺儀 跟我們現在所講的機械式陀螺儀 就不太一樣喔 那 飛機 武器 導航 都是用這個陀螺儀 自從有智慧型手機以來 三軸電子式陀螺儀 就內積在手機裡面喔 你們自己手機的 也有陀螺儀喔 好 那 基本上 電子陀螺儀 基本上是利用科試力 配合減斜震盪 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做陀螺儀 跟傳統這種旋轉的陀螺 一點關係也沒有喔 好 那陀螺儀 到底是誰發現的 最早是由法國物理學家 福科 福科所做的喔 那當然陀螺儀 最重要會有 近動跟髒動 好 不過這個章節 我們就先討論 所謂的近動 在我們上一節課 已經跟同學介紹過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題目 來練習一下 如圖所示 當垂直軸開始旋轉 請問 在什麼條件之下 此陀螺會垂直旋轉 穩定停滯呢 就是垂直往上轉 在這樣的一個特性 是屬於陀螺的哪一種特性呢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當它如果會穩定的垂直旋轉 那這時候就是必須使陀螺快速的轉動 轉子快速轉動 那這種呢 稱之為叫 剛穩線 接下來我們再做一個題目練習一下 陀螺儀在水平軸上面 順時針轉動 其左端點固定 右端點可以自由移動 請問它是做什麼運動呢 由於支撐力與重力的影響 造成一個力矩 所以由支撐向陀螺儀X軸上面 高速順時針旋轉的陀螺 會產生在XZ平面上面 做逆時針旋轉的轉動 我們就了解了嗎 再來看一看電子陀螺儀喔 好奇怪的一個東西喔 鏡頭往左邊 往右邊 往前面 往後面 它都對著我耶 這是什麼東西呢 好 這個是陀螺儀 好 這陀螺儀可以讓我們固定 我們要的方向 我們的物理實驗器材有 這個玩具陀螺儀 飛機 攻擊 還有GoPro